郭北町公訴 已經在郭北町老人過 基本郭北町老人活動中心的 新建郭町進度說明會 新的老人活動中心 中的來見三層樓 每一層樓都來做不一樣的用途 參加是關懷起點 中親是當會議是頂頂 郭町由衛生劃力部 補助3,960萬 婚禮管政府補助 代表547萬 郭北町公訴自己丟比442萬 總結港町金費4950萬 以下在113年以內 來關閃 郭北町老人活動因為 活動人數超過600人 不知老人活動空間太小 而且又老公 因此就來向町公訴 提出新建活動中心的建議 這天町公訴也在老人活動 基盤港町率民費 是由所有中部都相當的期待 聽說有空間還在空間 比較遠 可以去那裡蓋 蓋更重點 大家在飛完都很高興 飛完的人數已經超過600個 目前已經差不多650個 如果蓋好的時候 應該可能最多1千人 所以我們的需求 越來越大 頂公訴表示 聽到中部的心聲後 他們向館府是專利 來向衛生 福利部提出的衛生請 並在今年6月來合併 補助金費3,960萬 館府以及公訴 集中總金1千萬 希望新的活動中心 蓋好之後 可以滿足中部的需求 民國75年到這段 已經沒有符合 現在的一個需要 管長也要求 社會處長 向後衛町公訴 去衛福部 再來做一個專案的一個報告 得到衛福部 3千9百幾萬的一個金費補助 後衛町公訴 和管政府 自助獎金1千萬金費 來做幾億塊 今天來做這個設計的莊名會 讓我們中部的事項 知道我們這個老人會館 即將要開始來建設 後衛町老人 和當中心中的幾位 來蓋三層樓 每一層樓 來做不同的使用方式 以下工程會在 一百十三年底來完工 一百十四年嚴修後 正式來使用 一樓大概結合了老人會的辦公室 再加上相關的長青食堂 來做設計 二樓的話 是以多功能的一個 類似文康中心來處理 就是讓我們老人會可以辦活動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集會場所 那三樓的話 就是因為 配合衛護部的需要 所以我們就會打造一個 所謂的社區日照中心 未來活動中心完工 相信 可以讓中部有一個 經過萬聖的空間辦理 各種活動 現在是西醫生 蔡宏博都 在一起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